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价值 而塔利班迫使俄国需要支出更多的国防开支来应对塔利班 因此俄中8月7号的联合军演演习意义在于 俄国希望中国能多点参与这个地区的事务 也帮财政吃紧的俄国减轻压力 而中国则不得不面对 因为现在塔利班已是中国的邻国 这就是俄中这次联合军演的意义所在 塔利班不可能会中断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支持 仅在于程度上的差异 啥意思 没钱了 他就让东突活动活动 敲诈敲诈中共 说白了就是一个敲诈集团 太棒了我们讲的 所以我们感觉到非常高兴就在这里面 中共的末日就在这种情况来临 塔利班和中国官方谈判的时候表示 若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能够支持塔利班 他们愿意放弃与东突运动的联系 甚至在新疆问题上可能会支持中国 但目前俄国和中国的专家 皆认为塔利班实际上做不到 承认也不值得信任 因为塔利班的承诺 不需要任何成本 也没有任何约束礼 美金撤离后 塔利班不会在乎任何人 更黄论要监督执行塔利班 是否会实现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 迄今为止 塔利班从来都没有切断于 盖达组织或其他恐怖组织的联系 塔利班是否会 与其他恐怖组织 ISIS盖达互动和结盟呢 对于俄国或中国来说 很关键的问题是 塔利班是否会与 伊斯兰国盖达组织 以及与他们相关的 众多族群进行互动呢 7月8号 塔利班在访问俄国时 召开记者会 一再表示塔利班反对 伊斯兰国ISIS 不会攻击任何中亚国家 我们告诉大家 所有这些承诺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相信 就是后面 这些恐怖组织 为什么变成恐怖组织 因为没有供养他的资金 没钱了 所以这些恐怖组织 搞恐怖就是敲诈 理解吗 没钱谁能养他们 大家记住这一点 我们接着讲 首先根据大部分的学者 及专家的论文及报告显示 塔利班和伊斯兰国之间 确实是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 塔利班信仰 伊斯兰教的哈纳非法学派 在对待一些民间习俗的态度上 比较温和 同时 普什图瓦里 以名誉为中心的 撒利亚法规 伊斯兰教法 对于塔利班的意识形态 有重要作用 而奉行极端保守的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瓦哈比派的伊斯兰国 ISS则摆持任何一切民间传统和习俗 不仅如此 伊斯兰国和塔利班之间的政治立场的分歧也很大 这篇文章比较长 我们讲 塔利班的整体愿景 并没有要超越阿富汗 其实塔利班行动的本质是一场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 无论是阿富汗还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塔利班的愿景是要建立一个普什图伊斯兰酋长国 这个是我们相信它占的大部分能处 就像中共所谓打的汉族民意建立一个新国家 以汉族为主的国家是一样的 驱逐所有外来民族 并在阿富汗的非普什图领土上建立普什图人的政权 而伊斯兰国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全球性政教合议的伊斯兰哈里发国 需要不断的与内部及外部的异教徒进行对抗 因此而且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一种准备 一个准备 所以站在伊斯兰国的角度来看 塔利班的愿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这并不影响塔利班和伊斯兰国之间的互动 其实如果更加仔细的分析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的一些连结 可以得出他们之间很有可能会结盟的论点 第一和伊斯兰国一样 塔利班在对内统治的时候 会对非伊斯兰民间传统和文化古籍极为排斥 并对此进行大规模迫害 比如坐落在阿富汗巴米扬古内三崖上的两座利佛像 建于公元六世纪是希腊式佛教艺术的经典作品 这两尊佛像在2001年3月12号被塔利班炸毁 第二塔利班也会像伊斯兰国一样 会毫不犹豫地对伊斯兰教内部的对手采取大规模恐怖清洗行动 尤其是针对阿富汗事业派哈扎拉人 以及其他一些非普什图少数民族领袖的清洗非常残暴 不过这也和伊斯兰国对阿富汗事业派伊朗的哈扎拉人的渗透有关 第三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断推行普什图化 这样的做法对阿富汗的普什图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 第四塔利班和伊斯兰国在历史上已经有一个长期的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 两者之间也联系密切 本拉登当初在巴基斯坦所创造的无数个训练营 相继创造出了盖达组织 伊拉克出现了伊斯兰国 阿富汗则出现了塔利班 而且盖达组织和塔利班在90年代都接受了巴基斯坦情报局的赞助 而伊斯兰国后来是从盖达组织里面分裂出来的 记住啊 第五塔利班给自己的目标局限在阿富汗和巴斯集团的普什图地区内 这一个论点至今仍有争议 虽然在短期内塔利班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但他们现在手头上确实有扩张的计划 间接证据就是目前塔利班正在对盖达组织进行援助 然后来说一下塔利班今年7月在莫斯科所正式宣布的 他们不会攻击中亚国家的声明 事实上塔利班自己1990年到现在确实没有侵略过中亚 但是塔利班一直在积极的支持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 和其他中亚极端组织 而且这些年来塔利班一直与他们保持同盟关系 而他们反过来又在中亚组织好了 组织了好几次恐怖袭击 1999年塔利班塔斯干爆炸事件和吉尔杰斯的巴特 巴特肯战争 所以塔利班讲的没有错 他们确实这后面没了 就是这篇文章太长了 我们讲到这个 这个提醒之间的复杂关系 也就是说中亚这个地区虽然都叫伊斯兰 就像我们整个大陆地区都叫汉人一样 都信奉什么信奉儒家文化一样 然后他每个地区就相当于我们每个地区的省份一样 每个地区的省份一样 那么塔利班他有像共产党那个力量 能把这个中亚地区就形成了一个 那个所谓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吗 不大可能 共产党是基于我们都是汉民 所以他把各个省的区别全部消除掉了 否则的话各个省就相当于 这个中亚地区的各个部族一样 大家理解能理解吗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这样的过程 共产党可能希望他成为中亚地区的 中国共产党塔利班 就是中共希望塔利班成为中亚地区 他没那个力量 普世独族的人 你把中亚一分开 他就是平等 那个平均在里面 他不可能形成 不像我们中原地区经过了几千年 来来往往以后 形成了一个汉民族 这个汉民族都尊奉一个 那个那个 尊奉一个什么呢 尊奉的一个 就孔孟 尊奉的一个孔孟 在这个基础上 所以共产党他只是替代了孔孟这套东西 然后他利用了孔孟又替代了孔孟这些东西 然后拔高了一下 形成了一个打一桶的格局 那么塔利班没这个能量 重要的是还有一个 那个地区山区里面都是贫瘠的 非常贫瘠 如果富裕的话 他老早进化了 老早进化了 记住啊 所以他那个伊斯兰教的男权主义 为什么一直在那个地方退不出去 就是这个原因 就像中共这块土地 一直摆脱不了儒家家文化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我们是农耕文明 如果不是农耕文明呢 儒家就 我们讲现在儒家已经破产了 就因为我们的工业 我们的生成水平提高了 这讲了 后面还有几条 好我们也顺便给大家念一下 看一下啊 这个状态 这里面还有一个啊 这里面看看啊 瞬间看看 美国啊 这条是有关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啊 美军侦察机低近临波外海 最近距离 距临海线只有20海里 过去还是60海里 现在又来20海里 美国空军一架RC-1355侦察机 从冲绳加首纳起飞前往东海侦察 16号4点左右 已至临波外海附近 进行各种折返飞机抵近侦察 截止消息发出时任务任在继续 最近距离中国大陆领海线 约20海里 网友讲五大郎 都说这样 据我家的距离还有两寸 我已严密接观察中 这看看美国对中共就是 我们讲挑衅越来越抵近了 过去还有六七十海里 现在只有20海里 明白这个道理 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不做了 好 这是一条 下面还有一个 这是网友讲到 这个比美 比塔利班 阿富汗能更惨了 这讲的 这个网友讲 领山视频讲 他说很多中国人比他们更绝望 连飞机都没有 他这是针对阿富汗逃难的时候 有美国的飞机 能登上 其实中国人 他说中国人比他更绝望 登上了这个飞机的旋梯 前面没飞机 理解这个啊 后面两条我们再讲啊 这次网友早就感觉不对劲 这个病毒现在好像就是 华语圈越来越严重的样子 什么意思啊 我们给大家念一下啊 他目前东亚的 德尔塔新冠如此的肆虐 塔利班咋不戴口罩 也不保持安全距离 还聚集 他们打 苗苗了吗 什么牌子的 当下塔利班有因疫情的 非战斗检员吗 是多少 整个阿富汗的难民和 附落聚集 疫情如何 看来我们还是太娇怪了 你看人家塔利班多皮屎 我把这两条说完啊 说完就知道 然后下面我讲 他说不管是英国美国 还是塔利班 聚会竟然都不戴口罩 为打架关门做铺垫吗 理解这一点啊 这下面还有一个小视频 也讲这个 看看这塔利班的 搞的记者招待会 没有一个人戴口罩的 我们念一下啊 没有一个戴口罩的 看到了吗 塔利班的记者会啊 没有一个戴口罩 我们看一下这个 网友说什么啊 整个情况 网友说不理解 说阿富汗人塔利班 不是地球人吗 他们那里没有疫情吗 公共场合 怎么没有一个人戴口罩的 懂吗 大陆的口罩是干嘛的 大家明白啊 大陆这波疫情干嘛 是共产党故意的 理解吗 我们以前都说到了这一点啊 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 明白这个道理啊 好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告诉大家啊 其实塔利班的恭敬 阿富汗对我们认为啊 对消灭中共来讲 是非常好的啊 一个局啊 这个局 中共既然跳进去了 这就拔不出来了啊 跳进拔不出来 好 这是今天的播报 那么我们今天播报 几乎全部是全军覆没 都是黄标啊 我们讲的都黄标 那么大家就帮忙我们宣传多增加一点关注量就行啊 都增加的关注量 帮我们好好宣传一下 这是一个啊 那么当然被保下面也有啊 被保不受限制啊 我们讲到这个 希望如果喜欢大家喜欢就多关注多宣传啊 我们的语音啊 各方面呢 希望大家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从这一段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始终觉得黎明不会太遥远啊 黎明黑暗很快就会过去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在这个阶段里面保命保命保命啊 保命就不要太悲观啊 不要太悲观啊 记住这一点啊 现在我们播报里有些东西好像看悲观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在坑里面啊 最为个体来讲是悲观的啊 因为你要想办法离开 作为一个整体的族群和未来来讲是乐观的 这是我们讲到的这点啊 大家要区分一下 不要把个体绑在啊 一个群体上面啊 记住啊 作为那个群体控制下来个体是悲观的 我们讲的悲观 因为大家看不到出路 而且不知道明天共产党又挥起刀子怎么割肉了啊 所以大家要躲避 要保好保命保命啊 这是讲到这点啊 关键的 OK 今天的这段播报呢 我们就暂时啊 到这里啊 看来是全军覆没了啊 希望大家理解啊 就行了啊 然后想对我们做贡献 那么借这个机会 就多增加的评论 据说多增加评论也有啊 也有流量啊 也有一个支持的 或者是多增加一点观众量也可以啊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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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